在一个村庄里,有一个远近驰名的和尚 这个和尚很神奇,每次当他跳舞的时候 天空就会下起大雨 所以附近的村媒,每每当他们遇到了旱灾、旱情的时候 他们会去请求和尚跳一支舞 和尚的神奇能力不禁而走 越来越多周围的村庄在遇到干旱时会请和尚跳舞 然后每每和尚跳舞就会下雨缓解疫情 于是和尚就变得越来越深了 这天附近一个村庄,一群外出游历的年轻人回来了 他们在都市里学会了很多新科技 当村民告诉他们说有这样一个神奇的和尚时 他们都不相信 于是他们悄悄地找到了和尚 他们来挑战和尚 他们对和尚说 和尚你看今天晴空万里 天空中一朵云都没有 我们也已经查了天区预报 今天不会下雨 果你能够在这样的情况下 让天空下起雨 我们就幸福你 佛尚 和尚微笑着 接受了挑战 和尚还邀请孩子们一起跳舞 于是那些年轻人 一个接着一个地 跳起了舞 并在跳舞时 祈愿会下雨 结果可想而知 一滴雨都没有下 这时轮到和尚了 和尚带着愉悦的心情 跳起了舞 一小时 两小时 和尚在跳舞的时候 脸上带着幸福快乐 沉浸的表情 他跳舞时的神情 也把那些年轻人们 深深地感染了 他们不知不觉间 也渐渐地相信起 马上就会下雨 和尚不知疲倦地 跳了几个小时 慢慢地到了晚上 就在这时 奇迹出现了 天空中 慢慢地 出现了乌云 一滴 两滴 三滴 嗖嗖嗖嗖 天空下起了雨 年轻人们被和尚 深深地折服了 他真的 祈祷来了雨 他们问和尚 为什么我们跳舞的时候 没有下雨呢 和尚 微笑着回答说 在我跳舞的时候 我脑中 想着两件事 第一 我相信 会下雨 第二 当我跳起舞时 我已经下定决心 如果没有下雨 我就不会停止 在我们的现实生活中 也是如此 如果我们想要成功 我们必须拥有两件事情 第一 是相信自己能够成功 对自己有信心 有决心 第二 则是永远不放弃的 意志力 行动力 在吸引力法则中 更是如此 要想要吸引力法则成功 就必须自己首先相信 我们想要的是可以达到的 它会成功 不会有任何质疑和怀疑 第二 在相信的基础上 去采取行动力 去做自己能够做的 去实现梦想 向宇宙证明 我们有决心 所以 如果你想创造 你想要的生活 如果你想要成功 你必须拥有自信 你必须拥有决心 那么 你想要什么呢 欢迎在视频下方留言告诉我 如果你还没有点击订阅我的频道 记得点赞订阅分享哦 那我们下次再见啦 拜拜